這個數字的負債對你而言 是一個什麼樣的感覺 其實沒什麼感覺 因為我覺得 我很自負啊 我覺得賺錢很容易 總是能想辦法賺回來 哈囉大家好我是威力 又來到為你創業系列 那我們今天訪談的這個來賓 非常的特別 因為創業其實非常困難 但是當創業之後 遇到了一些事件點 跌倒了 我覺得再爬起來是更加困難 那我們身邊就有一位 這麼樣的奇人 他也算是我的餐飲的大前輩 早在我剛開始創業的時候 這位前輩就已經走得非常的前面 那今天我們就歡迎我們的來賓 郭大 哈囉大家好我是郭大 郭大其實真的非常的厲害 在我剛開始創業的時候 那時候他成立一個品牌 叫做南飯 那南飯主打就是海南雞飯嘛 那時候店數就超多 基本上走到哪裡都可以遇到你的店 那時候大概有幾間店 大概有十間 那時候大概有十間 所以我覺得今天的訪談故事會非常的精彩 我們可以理解到就是說 如何從零開始創業 然後走到有時間店的規模 那中間又發生了什麼樣的故事 那歸零重來導致了這個心靈以及人生上的轉變 那就今天享受今天的故事吧 那今天想要了解一下就是 當初郭大師如何發現這個所謂海南雞的這個算商機嗎 或者是你怎麼會開始想要切入這個市場 我一直很想做便當的市場 便當的市場 對但是我覺得便當我怎麼做出跟正宗跟做上賓 他們不同 他們已經佔油市場太久太大了 對 所以我那時候又剛好從海南島回來 那時候大概是幾年前 2016年 7年前左右的時間 為什麼你會想要切入這個所謂的便當 我覺得主要針對的客群是上班局 而且這個客群 他的選擇少 都是固定那些東西 所以我就想這個市場是蠻大的 那我要怎麼做出不同的東西去吸引他們 這是一個想法的萌生嘛 是 這時候你人是已經在台灣 還是在所謂的海南島 那時候剛回來台灣 那時候剛回來台灣 所以你在海南島的時候就已經有算是做準備了嗎 還是回來之後 沒有我在海南島在玩 你在海南島在玩 對 所以你當初怎麼會去海南島 當初剛去的時候是 那個戲機是去幫朋友開店 我很喜歡那個地方 所以我就一直待那 喜歡那裡的原因是什麼 天氣啊 各種舒適 真的嗎 很多 真的嗎 所以等於說你在海南島 大概待了多長時間 待了來來回回也5年了吧 5年 是2011年去的 那真正賺到錢是 因為他們那時候免稅店要搬家 對 從市區搬到另外一個比較偏的地方 那他們想做一個 中國各地風味的不同的小吃 那他想做一個台灣的 那個檔位 就找到我 那個是真的有賺到我 算是在那邊賺到比較多錢 就算好幾桶金這樣 對 不過後來就是回來的原因就是因為 這些錢又投資朋友開火鍋店又賠掉 你說海南島 在海南島 所以你要回來的時候是有目的性的就已經想說好 我接下來要回來開一個便當 然後是海南機這樣子 沒有 我其實是回來才想說自己要幹嘛 所以回來大概花了多久時間去規劃這個項目 大概半年吧 半年左右的時間 那你當初第一間店是在哪裡 在景田路 在景田路 那剛開始在籌備這個低間店的時候 大概花了多少錢還記得嗎 我記得大概是12萬左右 12萬左右很少 它是一個店面嗎 它是一個透天 然後它就是景田路的那個地方 你也知道 附近都是商辦 對 那就是我最想要的客群 然後我就買了一台二手的餐車 1萬多塊 然後跟電珠 然後簡單的APR的桌椅 對 然後就開始 所以等於說 很猛 從12萬的開辦費用 一路做到了時間店 但我覺得這些都還好 待會我們要談的 我覺得更是讓我感到震撼 所以等於就是說從這個12萬開始 那剛開始做的時候就很順利嗎 就賺錢嗎 我覺得我是蠻幸運的 那時候就是有被部落客看到 然後還有 我們之前有認識一個 他派傳單很強的 他可以在各個大樓裡面的傳單都派完 所以我們那時候外送量很大 外送量很大 大概多大 你那時候一間店 我們那個小店一天可以做到6萬 很猛耶 一天做到6萬 大概80塊90塊的時候剛開始 因為那是差不多6、7年前的這個物價 所以很誇張 是 所以等於說第一個月就已經正式獲利了 1個月就回本 1個月 真的很猛 所以等於說 回本之後我們第二間 我們本來就有規劃要做連鎖嗎 還是這也是邊走邊看的一個想法 其實我的人生的目標是做一個上市公司 所以其實等同於說在做這間店的時候 品項選好位置選好 我們的目標早就已經明確定在那裡 就是我要成為一間餐飲的上市公司 所以等於說展店也都在你的預期計畫 大概花了多長的時間就做了第二間店 第二間店 第二間店花的時間比較久 因為還有很多後勤要做好 對 像配送物流 還有可能廢料中心 所以第一間到第二間的時間大概花一年半 然後也是想說好好的乘服一下 慢慢的先去累積才開第二間店 沒有 我是 我算是比較冒險性的 我的所有開店都是貸款 直接貸款 對 第二間店花很多錢 因為第一間花12萬 我覺得算以創業來說是可負擔的錢 第二間花90 所以一跟二都很水 那應該很快就開到第三間 第三間沒有那麼快 第三間是男子 然後 但是我這個之間我是把景田路的店 然後一間牽到中正市牆那裡 今天 就做一個大形象 最大形象 那個是我對南半這個品牌的第一個印象就是很厲害 三角窗 然後超級醒目 所以就是這樣牽過去 然後就變成說總共有三間店 那你在三間店那個狀態 你對比只有一間店的時候 你覺得在管理上面 或者是在營運上面 有遇到什麼樣的問題或者是錯誤 跟員工溝通事物 我做得非常不好 怎麼說 那時候遇到什麼狀況 就因為我不太會去做管理 這一塊 所以我都直接請經理 就是可能有這類這方面經驗的人來 那我發現好像效果也不好 怎麼說 好像不如我直接跟他們溝通 反正變成外面一個來的人要管他們 他們也不想聽 然後可能傳達我的意思也傳達得不好 是什麼樣的事件點讓你有這樣子的感觸 從不明路的員工開始 就是有時候會拒接外送的時候 拒接外送 是說就不要接很忙嗎還是怎樣 沒有 就基本上就是我們正常的量都可以跑出來 然後就是拒接 那時候就覺得很奇怪 為什麼明明那麼好的點 然後其實一直也維持得不錯 然後突然就營收掉下來 因為他們說外送他們想要 油脂報銷 對 這如果我們直接攻通 肯定是沒有問題 對 可是好像經理是拒絕他們這個要求 你就是說他們要自行吸收 是 然後剛好這個資訊也沒到你這裡 對 最後演變成這樣 就單純只是拒接嗎 還是有造成什麼大流動性的離職之類 大流動性離職之類 就是咀嚼 可是看你的時候就 就知道我出問題 所以等於說 針對這一個事件點變成你 你會到就是你要直接去做溝通 是 哪怕我就是表達的很差 我覺得還是要直接跟低線有直接的接觸 就是讓他們知道我們心理真正的問題 是 那後面又怎麼issue 就是從可能3然後變到10 這中間的過程有發生 呃 大部分都是在擺貨 然後又有加盟 像台中啊 叮咚都有加盟 很厲害 是 就是這個過程中有讓你意會到 比如說管理上有什麼地方需要調 因為我個人覺得就是 一間它是一個難度 尤其0到1 因為低間店我們要做的事情就是 把這間店活下來 想罵讓客人留下來 然後我覺得剛開始很多事情都輕易輕微 你自己做 反正你自己就是標準 這時候我覺得在管理上相對簡單 因為你就照著我的方式做 而我也看得到你怎麼做 但到第二間第三間的時候又是一個門檻 特別是第三間 因為兩間你還可以硬幹 就是全部我都輕易輕微 到三間的時候 會有一點點開始分身乏術 這時候就開始中所謂的培訓管理 但是3到6又是一個gap 然後6到10又是一個gap 那這中間你有發生了什麼樣的狀況 其實我就是這個做得很差 所以才我覺得也是間接導致 營收下滑的 所以這個下滑它是雪崩式嗎 還是它是慢慢滑落 慢慢滑落 慢慢滑落 對那在這個過程之中 你有嘗試做過什麼樣的努力嗎 其實在慢慢滑落的同時 因為就像我之前說的 我所有的展店都是貸款 那我那時候又被每個月要繳的 固定的開支卡死 每天想這些事頭很痛 然後就是又疏於管理 各種糟糕的事在一起 我們那時候大概貸款多少錢 企業貸款大概有兩千多萬 企業貸款兩千多萬 企業貸款兩千多萬 它是怎麼演變成一個這樣子的 因為你剛 撥到剛剛前面有說 就是我們是 一間展店的成本大概九十萬 那後面怎麼會疊成到兩千萬 記得剛開始先貸了一個清創貸一百萬 然後後來比較有距規模的時候 那時候資本額是在一千萬 那時候能貸的貸款就超級多 然後我們又貸了 能貸的是指說銀行願意放貸的部分 對 而且利息又不高 那企業貸款那時候又貸了八百 然後之後的紓困貸款 到兩千這一個 金額時候我們店考慮了幾間 它不是時間 因為我還有做物流 還有備貨中心 那其實也都花很多錢 像現在從來我就不會去投入那些 所以後來怎麼會有這個 就是我看到這個新聞 我覺得這件事情算 對我來說蠻震撼的 因為畢竟我覺得每件事情它的發生 不管對於當事者而言 或者是對於周遭而言 我覺得都有 值得去借鏡或是學協定 那後來怎麼會演變成這個故事 反正這個故事就是有新聞媒體採訪 然後這個所謂五千萬 這個詳細的內容是什麼 其實這個新聞就是 他媽哭了一個王八蛋 因為這個新聞出來 中蘇把我跟他的配合的貸款 直接解約 他說因為他說合同裡面有一個 大家小心 他說合同裡面如果負責人 有疑似負面新聞出來 他要要求提前解約 然後當初我記得中蘇好像是 就是貸六百還八百 那他就要我 隔月馬上還這筆錢 我哪有錢 然後沒有還不出來 他就把我的名下財產全扣押 完全沒有資金可以去周轉 那其實那次會有這個 是因為本來想做加盟 因為我又做得不好 我怎麼做就那一兩家 那我請一個朋友 那時候我們會計 來幫我介紹一個推廣加盟的 他說蠻厲害的 所以以前做什麼 某某麵包做很好 那把這事情交給他之後 我們共好開了一個戶頭 然後他使用多詐騙的情境 所以才有這個新聞 什麼樣的詐騙錢 他各種詐騙的錢 網路上找人家投資詐騙的錢 是跟你這個品牌是有關係的 沒有關係的 就是他等於是騙了我這個帳戶 把錢洗到裡面來 主要會產生這個 也是因為想要推廣加盟 主要就是想推廣加盟 那時候你在想推廣加盟的 這個目標下 你看到什麼機會 我想把品牌的能見度擴大 走出高雄 所以你覺得在 做這件事情 或者是往這個目標前進的道路上 你覺得遇到的阻礙是什麼 自己太大意 怎麼說 就是輕易把這種帳戶 還什麼就交給這個人 你說他是可以隨時在裡面 領錢去買正宗牌服販 差不多是這個意思 他可以直接就是去動用 對因為他有一個 那時候我連一個密碼卡都給他 因為我不會做加盟 然後他給我的案例很好 那他說 不要管他加盟金收多少 反正我一間店我就是拿80萬 他說他可能可以推到450萬 不管多的都是他賺 就是我怎麼賣是我 但我跟你的 比如說分論就是講好的 那我們共同就會把這個錢 匯到這個帳戶裡面 然後再從這個帳戶裡面去分 撥你應該拿到的比例就對了 所以才會讓他去行 所以等於說他這個過程 確實有把加盟推出去 就我所知是沒有 沒有 你大概到了什麼 大概多久的時間 你有意識到就是說 怎麼結果不如自己的預期 他有去幫我辦的加盟展 還是 還是在他的網站做曝光之類的 我也不知道 他說他做了 但是他覺得 確實沒那麼好推 那時候有難點那個 我覺得可能是我們的品項吧 ok 對 因為便當內一定成本太高 力會太少 你就是可能 對於想加盟來說 可能會覺得操作門檻也許也會比較高 是 主要是利潤點太低 就對於那時候來說 那你大概是在 應該說接收到傳票 一直到這個新聞爆發 他是在同一個時間點 我接收到傳票的時候 我好像有在 我的粉專貼文 對然後新聞看到 就說要來採訪 ok 所以那時候已經 算事件已經炸開了 炸開 就是剛好在那個結局 那你在那個 狀態下的 心情是什麼 其實我當下覺得還好 我覺得沒有太多 很猛耶 我覺得沒有太嚴重 那直到我去開庭以後才發現 真的沒有 沒有那麼不嚴重 那時候才是最反應之後 這個數字的負債對你而言 是一個什麼樣的感覺 其實沒什麼感覺 因為我覺得 我很自負啊 我覺得賺錢很容易 總是能想辦法賺回來 那在這個算是人生的轉折點 或者是一個小低潮 大概維持了多長的時間 一年 從現在反推前一年 我覺得都很 常常會emo 很煩很憂鬱 就覺得自己到底在幹嘛 為什麼把自己搞成這樣 在面對遇到這樣子的事情 你個人感覺周遭 不管是對你的看法 或者是看待你的態度 有沒有什麼轉變 畢竟本來是一個 我有十多間店 我的事業是相對成功的 相對走在比較前面的 到遇到這個事件 你自己個人有什麼感觸 我覺得 反而他們心態比我差 他們覺得 欸你怎麼 好像沒有那麼難過的感覺 那你家人呢 就是對於這些事情 他們是 也沒什麼想法 還是很淡定 還是其實你過去可能有更 更高紀錄 沒有沒有沒有 為什麼直接就 五千萬了 這次目前是最高的 目前目前最高 應該希望不要再有更 不要再突破 先不要 先不要 所以就是 變成說 成績的那一年 確實在心裡有一些的 掙扎跟碰撞 但是 實際上還是有一些 行為想要去 改變這個過去嗎 創造一個好的位 那 當初 就等於說事件發生之後 怎麼會有一個想要再開一個 這個 麵店這樣 這樣子的想法 其實做這個牛麵 是我以前一直最覺得最難做 最不好做的 但是 我覺得那是我們那一輩 我啊 還是我爸爸那一輩 因為那個牛麵對我們來說是 下班之後還是打工之後 一碗六七十塊的東西 那我覺得這個東西的成本 它比義大利麵還高 可是賣不到義大利麵那個價錢 所以我一直覺得這個市場很難做 那為什麼會來做 因為我覺得 年輕人出來 他們沒有這種觀念 而且牛肉麵市場 它就在那 可能一年有二十億 那我覺得我產品夠強 我就可以去瓜分 它這個市場是看得見的 那國大開始等於說 發生了這件事件 然後我們換到了 就下一階段我們開這個麵店 我們那時候麵店的資金是怎麼出現 借了 一樣就是 借了五萬塊 五萬 市場裡面嘛 那個空間兩瓶半 不知道貝爾多少錢 出金又便宜 出金四千五個月 那那時候大概 在那個位置 大概零月多長時間 疫情前 開始 開始境內用的時候 大概前一個月 到後一年吧 就差不多 就是境內用的 那個地方 其實是我想做產品的測試 那我發現反應還不錯 才出來開這邊 這邊是五月開的 那邊有賺到錢 那邊有賺到錢 就也回本 那個不賺錢很難 那我自己在做而已 又沒有什麼出鏡 四千五個出鏡 像國大 有很多很棒的教材 包含就是 我們創業可能就是 資金少少開始做 你也不用去想說 我今天的店面可能沒有那麼高大上 等各方面 但是你最終都很友好的成績 所以可以讓大家了解到就是說 我可能只花五萬十五萬 這樣的創業成本 我可能一個月 如果說我產品不錯 服務不錯 各方面不錯 大概可以帶來多少的營收 我覺得你的創業成本 第一是取決於你本身 因為我對我的產品 有一定的專業度 所以我可以花這些很少的錢 來做這些事 但不見得適合大家 大概什麼樣的契機下 讓你會想要開店面 因為那個地方我測試產品 我覺得大家反應都還不錯 那我就可以來做更大 可以容納更多客人的地方 那你移到現在這間店面 大概花了多少錢 這邊其實不好計算 因為很多設備成本 都是原本舊的 這也是頂浪對不對 沒有沒有 這邊是空的 那就是這些桌椅 可能二十萬吧 二三十萬而已 就是也是少少 可是我覺得看起來 是有裝潢嗎 是 那移來這裡之後 大概已經多長的時間 去年五月到現在 快一年了 也快一年了 那等於說郭大 這間這個事業體 算是第二次來過 那在人員的 不管是溝通管理上 有哪些點是你特別有在留 其實沒有 就是我每天都會 跟他們聊天啊幹嘛的 我覺得更 讓他們跟我關係更緊密 所以這是過去在上個品牌 比較有疏漏的地方 是 那在這個過程中 有得到什麼樣新的體育嗎 就是你過去沒做這件事情 但你現在有做 你覺得這中間 兩者之間的差異 我可以直接 更直接感受到他們的心情 的感覺 以前我不會 那麼直接感受到 那你覺得這對於 一間店來說是重要嗎 因為其實 很多的老闆 我覺得對於老闆來說 最困難的都是人的問題 要嘛是客人問題 對就是客人不難 要嘛是同人問題 那我覺得客人問題 其實相對單純 比如說你的選電權值啊 你的產品啊 等等各方面 但同樣的問題就是複雜的 就像你說的 溝通很重要 是 那你覺得 做了之後 這中間 有什麼特別 你覺得 可以給予大家建議 就是溝通 針對溝通 我覺得就是 把他們當 夥伴 朋友這樣去 幫他們 其實不管是 店內問題 還是他們家裡的問題 我覺得都可以多關心 就是當自己朋友這樣 一起成長 那現在 算第二個品牌 它已經發展到什麼樣的規模 目前也就兩間店 兩間店 可是我覺得非常的厲害 因為 人在 很多人啊 就是光 踏出第一步 就已經會有障礙 那更不用說就是 跨出第一步之後 走了一段路 摔了一大跤 之後還能再爬起來 重新的調整自己 然後再跨出那個第一步 我覺得這是真的非常非常的困難 就包含我 你說 我可能未來我面臨到這樣子的挑戰 我能否像郭大一樣 重新的 去這麼快速的調整 我覺得對我來說也是一個問號 那對郭大來說就是 目前這樣子 重新等於說 歸零來過 那哪些點是 你會特別留意的 以前那個模式就錯了 它已經 已經我們已經測試過了 它沒辦法快速成長 而且 可能會有很多的債務的問題 那現在這個模式 就不會有這些問題 上市櫃的目標依然存在 依然存在 那你接下來想要怎麼達標 我覺得現在做生意一定要做線上 線上加線下非常重要 所以我們所有的便面 都是讓消費者體驗到 吃到這個東西 會帶動我們線上的料理包真空白 那現在目前線下端你會怎麼去布局 就是你目前所看到的藍圖是長怎樣 也是 讓補牌力能夠更滲透出去 就是等於說 依到時間對你來說其實已經走過了嘛 那相對走的會更穩健 那接下來就是 假設要再往外縣市啊 跟各方面吧 你會想要怎麼去突破 過去自己設定的這個時間的這個門檻 外縣市我目前是想找聯營 找當地的人去 聯營聯營來那個資訊就放在下面 大家有來高雄可以去 來吃吃看 我個人有吃過 真的好吃 就是畢竟在餐飲這一塊 國大算是 底蘊很深 底蘊很深 所以等於說外縣市會找底蘊 那線上端呢 你為什麼要做什麼 線上端 現在還在加購 現在在做網站 就是接下來會在線上買得到的產品 或哪些產品 都有 現場你吃的到的都有 就牛肉 清燉啊 紅燒 然後雞腿啊 小菜 那你覺得你 最有信心的產品是什麼 為什麼 這支產品 有別於市場 你有信心的原因是什麼 因為我超強啊 那哪個產品你覺得 我覺得我們煤菜肉燥 還有 清燉牛肉麵 這都是目前賣最好的 那你覺得它賣得好的原因 除了強以外 強當然是肯定的 要怎麼達成這個目標呢 現在大家都在 都在螢幕前面看 就是 其實你知道很多很多線上的產品 他們自己 他們自己不是本業 他們就是想做 然後他們可能就是去找人家貼標 所以他們東西他們自己不知道 但我覺得 為什麼線下讓消費者體驗到 他知道這東西是什麼樣 他在買就更有信心 就是線下體驗 線上購買 然後再次形成一個所謂的 商業壁皇 之後去做迴圈 那 我覺得郭大還有一個 讓我感到特別 就是 有興趣的地方 就是 郭大其實他有成立一個 他自己一次媒體 叫做這個 五目先生的商業實戰分享 那裡面的內容其實我都有看 就是 分享很多 有關 餐飲創業的內容 包含就是 品牌的搭建啊 或者是營運啊 甚至是直接開業 怎麼會有這樣子的一個想法 其實跟你差不多 我覺得我 這錢不能白賠吧 那我這些經驗 這些筆記 分享給想新創業的朋友 然後就可以掃手彎路 然後加上也順便打造個人 IT 看能不能把五千萬拔回來一點 現在大家拔回來多少 其實我的資產被拍掉 就剩一千七百萬 前面有資產 資產房子啊車子各種 那現在壓力其實還是有 但是其實沒有 等於說 算一切從頭來而已啦